好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 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弊案 今天上午待会呢9点半北院要二度来召开积压庭 那柯文哲在今天早上7点11分离开了他的住家 前往台坡大楼开会 不过看到大批媒体哦 他只说太夸大不愿多做说明 最近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张良好 好 主观众我们目前人在柯文哲家 就在刚刚稍早7点出头的时候呢 柯文哲是搭上他的座车离开了家 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今天呢 9点半有所谓的一个鸡鸭亭要来召开 至于说他针对前一天法官认为他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先来听一下柯文哲的最新回应 他认为你现在高院长 高院说你说不吃群的这个说明很可疑 你买个商败 有议员爆料陈信陈屋主跟金华城有关系 你都有下边 主席是不是 难道对所有事情都不知情 主席今天还是要主张都不知情嘛 公务员不要坐牢现在还是原则嘛 有想过后郑生会把所有事情讲出话 他说是市长脚板的 来来来来来 好可以看到哦 不管记者媒体这边怎么样来追问他 柯文哲都并不太发表意见了 他只表示说哇今天怎么这么的多人哦 那另外我们都以为说他可能想要停下来稍微讲一些什么 但是后来我们可以感受到柯文哲是稍微有点用力的把大家给推开哦 显然他是并没有要多讲之后就坐上他的坐车之后呢就离开了 那预计呢他可能会先到他的办公室这边可能跟律师这边有一些讨论 尤其是针对今天九点半的鸡押亭的一个工房哦 那稍待一会的时候九点半就是鸡押亭召开 到时候北院也会传柯文哲到庭 那这段时间柯文哲还会不会有其他谈话 我们持续关注中 以上掌握最近情形 主播 好柯文哲在今天的鸡押亭当中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 那或许关键就在于这个人 那另外呢好这个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是不是全招了呢 他的公词恐怕是对柯文哲不利的哦 他都说是柯文哲来交办 好我们看到有媒体披露说彭震生在北市府任职六年期间 跟妻子的财产暴增将近2400万 那因为他的太太是家管并没有收入 所以检方锁定账户异常的金流进行追查 好那同时呢检方也有到看守所去就训彭震生 他通通招了 表示呢是柯文哲的指示 他是柯文哲的交办等等 所以现在北检呢补强了证据20页的抗告书 那这个就是力拼撤销柯文哲的五保裁定 的确高院昨天呢就进行了裁定 发回到北院跟裁今天继续召开积押亭 好我们往下看哦 亮哥讲说了 那天柯文哲的前幕僚 柯玉安上电视讲说 以前他跟一些人在当柯文哲身边的助理 那么因为柯文哲的办公室还有靖总都蛮乱的 有时候又会说话不算数 所以呢他们会习惯录音来自保 那不知道彭震生到底有没有录音 因为如果彭震生他有录音的话 或许就一翻两瞪眼了哦 表示说柯文哲真的知情 而且有介入决策 那恐怕这个就GG了 他说彭震生现在一定很想要转到污点证人 因为他两罪其发 受惠跟徒利 这两个呢是星期12年起跳 他一定会去咬柯文哲 而真正有力的证据 是柯文哲有留下这个纸条 说要过或者是有被录音 那如果说只是彭震生的口头证词 柯文哲他可以否认嘛 所以这不构成证据 所以到底有没有关键的录音 还是说有没有一些变迁 的确柯文哲有明确指示的 好那我们要往下看哦 民进党的这个台北市议员简书培 他说柯文哲在2020年11月公展公文当中 盖了六个章 让金华城的准 让金华城准用都更条例 获得20%的容积奖励 否则现在容积率还是560% 不会到现在的840% 所以他认为柯文哲真的不要再装笨了 装不适自 装失意 都说不知道不知情 好我们再往下看大家今天呢都关注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压进去 还是说可以再次全身而退 无保请回 又或者是重金交保等等 好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说 柯文哲百分之百会收压境界 理由很简单 因为北柬有两张稳赢的牌 第一张牌神庆金 第二张牌彭震生 那彭震生呢目前陷入了这个囚徒困境 所以他积极的想要争取 可能想要转到污点证人 推测彭震生可能为了不被关 就会咬出柯文哲 好那彭震生跟沈庆金 抢着当污点证人 但是污点证人其实只要一个 就这两个人来相比的话 沈庆金当污点证人的价值 比彭震生还高 因此他研判 如果说沈庆金真的有说动他 来转到污点证人的话 那整个就破案了 不过沈庆金呢 他当然是在强调说 他没有行贿 好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議員林彦凤 他说 都发局2020年签诚当中明确载明 容积率不得高于560% 否则就会有图例问题 那可是柯文哲同年他签和是要什么 速审速决 但是柯文哲态度一变再变 官司打完之后 是否胜诉了 可是还是给出了840%的超高容积率 好所以呢 有很多的证据 可能都对于柯文哲是不利的 那我们就要讲的是 到底今天北检提出的证据 有没有非常关键一枪毙命的 比如说有录音档 或是比如说有相关的指示 有一些文字的流档等等 好我们看到现在有媒体说 柯文哲的账户出现了千万的不明账目 那前立委郭正亮讲 如果北检一天多就可以查到不明资金 一千多万 那为什么前一轮 第一轮的时候不拿出来 而搞得灰头土脸呢 因为他没有查到金流 目前看来 我不知道他的20页 有没有新的金流 可是因为 可是如果从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泄露给媒体 从镜中刊的报导 目前看不出来 他是都不明金额吧 那镜中刊也没有写内容 因为是这样 就是北检是用了一天多就抗告 抗告他事实上可以在一周内提出 那一天内就多了新市政 又包括金流 又包括土力的决策干预 这么厉害 他问了邵秀沛 问了借题了沈庆金 邵秀沛怎么会有金流资料 彭震生 那我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问到一些 邵秀沛当然是那个 柯文哲有没有介入决策的关键证人 因为他是杜委会的执行秘书 而且据了解 那个三个奖励容积率的 那三个方案都是他提出来的 那北检一定很有兴趣嘛 说这个谁叫你提的 谁受益的 你总不会自己去提吧 因为你如果自己提 然后又被查到有收钱 那就是贪污 以稍受配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公务员 他有必要主动去帮金华城吗 那所以北检当然会怀疑 不是彭震生 就是柯文哲受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限制 Hemet Murata 結束 two 俩 黄 实�� 施